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尼迪凱,歡迎來到我的第二頻道 那我們今天要來錄製的是我們的水彈的聖誕造型的打法 我們這邊使用的是我們的木...貓頭鷹,對 好久沒出場的木貓頭鷹 那我們這邊直接進入戰鬥,跟大家講一下這一個關卡怎麼打囉 那我們第一關會遇到兩隻史萊姆,那我們這邊需要做一下全體攻擊的傷害 對...因為他們的血量非常低,可是呢 他們防禦力很高這樣子 所以盡量就是...做全體攻擊 好,那... 我們就是一直做全體攻擊就可以了 那這隊...不一定要消到木桌 因為這隊的蛇有個特性,就是... 所有的符石互相兼具效果 所以其實你只要消到全體攻擊就可以把他們給帶走了 呃啊,這邊有點... 失控啦,這個版面 好,那麼這邊還有另外一個任務就是... 最好是龍科洗刀可以跳起來,但是這邊好像還沒跳起來 我們可以洗一會兒技能 好,那這邊再開始 轉多一點combo 好,可以看到... 呃啊啊啊啊啊啊,轉得超級爛 但是我想應該可以帶走他們吧 好 沒問題,帶走了 太好了,這隊血量有點低 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會遇到我們的... 欸... 欸,不是史萊姆嗎? 這是什麼耶,誰? 騎士 好,居然是騎士 往這邊還是直接來轉吧 那這隊還有另外一個特性就是,你要轉5combo以上 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有很高的傷害這樣子 好 傷害才會出來... 呃...這邊補兩組新租好了 好 OK 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那... 我們合體一下好了 合體 合體是可以回復生命力嗎? 好 看一下 有回復生命力嗎? 沒有 沒有 哇,糟糕 糟糕,這邊糟糕了 好,那我們還是直接來吧 他給帶走 不知道可不可以耶 好,就這樣 啊,剛剛好 太好了 這邊來到第三關 第三關這邊 我們可以開個這個 木轉成... 欸,新轉成木 好 讓我們木珠多一點,直接來轉 那...可以看到 呃... 欸嘿 左邊就是要削15顆以上的木珠 喔,這邊剛好天降 OK,可以,可以 啊,剛剛好留下右邊的 右邊是將木轉成新 OK,那我覺得差不多了 這邊呢,我們就直接把它給帶走吧 我想想,開個這個 好,延長一下轉租時間 然後 可以的話盡量... 新珠 留一組就好了吧 不然我怕combo 會不夠帶走他 剛剛好 天啊,我心臟快要跳出來了 第四關 這邊會需要新珠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來 把... 呃... 我們的... 版面... 留一組新珠好了 因為他打人會扣70%生命力 在這邊 沒錯 所以... 好,有兩組新珠我覺得應該可以補得回來喔 我們的血量 好 啊,可以看到這邊有新珠了,怎麼辦 怎麼辦 沒關係,我們這邊開這個 沒錯,這樣就有兩組新珠了 一定是兩組新珠 看我們牛郎... 牛郎也是很少出現的一張卡片對不對 好,那這樣子我覺得可以帶走他囉 差不多了吧 帶走了,好 王冠了 好緊張喔,天啊 這邊 有褲頭 呃啊,打 我覺得我蠻血的,應該也是會被他打死 對,因為可以看到王冠這邊攻擊力是一萬四 所以我們這邊 一回合就要帶走他了 好,我看一下 新轉成木 哇,差不多 然後 開個這個 呃,我想要開龍科好了 OK,龍科有真傷 可是我們主角有真傷耶,到底要開哪一個 好猶豫喔 開主角好了啦,好不好 開主角 不開龍科 好,OK,OK 10 11,12,13,14 哇,天降超多,太好了 14combo 呃,追打追打追打 有了 帶走 這隊的威力真的不是蓋的 非常的低 所以,我覺得 這隊打起來蠻有挑戰的感覺的 那我們這邊送了victory通關了 好啦,那這一隊水彈 欸,這是水彈,對 水彈的造型打法就為大家示範到這邊 我們使用的是我們的貓頭鷹通關 對,那如果說你之前打過的話 會得到一個大的肥料 沒錯,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得到的 這個 OK 好,那今天直播就到這裡 如果說你還喜歡今天直播的話 不用了,幫我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是浪費的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